金融控股公司又出包 永峰金控遭内部员工检举 涉嫌超贷三宝集团41亿 金管会已经展开调查 受信的时候会看他借款人是谁 那他的财力好不好 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行业未来的展望 第三个就是他的担保品 真的把银行当作提款机了吗 三宝建设从2009年开始 和永峰金往来 最高借贷金额是前年9月底 高达75.36亿元 其中无担保借贷金额就超过41亿 另外还有一笔根据员工投诉内容 永峰金疑似借贷给三宝建设董事长 李俊杰的私人投资公司41亿 其中有担保贷款为19.84亿元 无担保贷款却有20.45亿元 他在钱款因为这家是私人的投资公司 那其实带给他这么一半是无担保的情况 算是比较特殊的 永峰金发声明澄清 这次担保品比较多样化 其实市值担保率已经达到85% 经管会则回应已经着手调查 个案不方便对外说明 内部人员发生类似的情况 必须严惩 立委炮声隆隆 因为公股行库超贷状况一箩筐 去年前立委王志雄 因为向中兴营超贷2.5亿被判两年 华南银行三月被潮房集团 拿假房记超贷5.2亿 永峰营华南银7月也才因为 超贷牙才贸易商顶薪36亿 被金管会开罚1000万 银行法罚款的上限是1000万 非常的低 无论是不是事实 恐怕都已经撼动客户的心 东森财经新闻 刘志沈玉腾台北采访报导